今天的植物摆出了坚果一条龙的防御阵型 这一村的僵尸能否攻破植物的防御呢 都说三个臭皮量顶一个诸葛亮 不知道今天的三个僵尸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弯豆率先攻击轻松拿下一个僵尸 说话间第二个僵尸也被弯豆轻松打倒 蔡文眼看所有功劳都要被弯豆抢走 一个剑步来到第三个僵尸面前 帮帮几拳解决掉了第三只僵尸 三个臭皮量顶尸也看强攻不行 只能支取了呀 由于一排坚果的防御实在太强 于是三个臭皮量顶尸想利用敲敲板 直接飞到植物的后方对仙人掌下手 说话间一个简易的飞行敲敲敲板已经完成 一个僵尸站在后方 另外两个僵尸互相辅助准备发射 这一次他们能否成功 咱们拭目以待 哎 好像成功了呀 哎 不好 土豆雷 土豆雷 土豆雷